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图像处理接口,图形计算,虚拟现实交互,CPU加速,图像处理器GPU的硬件加速,以及神经元处理器NPU的人工智能加速等,望月强调,这功能背后是华为在显卡,图像引擎,渲染引擎等的技术积累。 如果手机厂商不做显卡,不做NPU,那么在底层的渲染能力和图形引擎的优化,一定不如华为。 编案,华为手机芯片的GPU架构仍然是ARM Moly公版架构,但有报道指华为已成立GPU部门,并在NVIDIA挖了不少人才,这次HMS50推出,正好佐证此事。 此外,尽管华为手机的拍摄能力一直备受媒体高度评价,但相关能力一直未有开放给开发者,但现在华为将会提供Camera Kit,把华为手机的相机能力开放出来,让第三方也能利用上华为的拍摄能力。 而系统板块,则属于云的新功能,主要聚焦在网络,通过软硬件盒的方式,实现高性能通信服务。 华为在未来将推出一个综合性网络的工具包,按用户各种场景,例如电话,视频聊天,看视频,网网络游戏等,自动把网络调到最优。 旺月指出,以前网络通信这块主要是运营商领域,现在华为要把终端设备跟运营商的基站,从端到端联系起来。 一个中国的游戏玩家,要跟欧洲游戏玩家打同一个游戏,数据包先要从手上设备,送到中国的基站,再到中国国际的骨干网,再到达欧洲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后,然后到达欧洲的游戏玩家,中间一整个链条。 全世界可能只有华为才能摸得清楚,也就只有华为能做出这样的优化。 开发者愿意支持HMS吗?有了这样的一个HMS,华为就真的自立自主,能继续在欧洲继续先前的增长势头吗? HMS是否能成功?主要看两大重要社群是否支持。 首先是全球开发者社群,是否愿意针对华为手机开发,让应用同时支持HMS Core? 其次是海外的用户和消费者社群,是否认为HMS足以取代原来年度甚高的Google GMS服务? 因而购买华为的手机,在开发者方面,望月交出一些颇为乐观的数字上图。 过去一年来,应用开发者数量,以及接入HMS Core40的应用数量,均有长足的增长。 以开发者数量为例,目前HMS的注册开发者为160万。 虽然连IOS的2000万开发者的水平,仍有不少差距,但考虑IOS开发者生态已积累10年。 现在HMS能在一年之内就能做到10%的规模,其实还算可以。 但有记者问及这些开发者与相关收益的地区分布时。 望月表示不太方便透入,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开发者及其应用。 究竟是来自不太受GMS影响的中国,还是来自受GMS影响更深的欧洲开发者。 但考虑到目前地图服务工具MapKit仅面向海外,中国尚未有相关的计划。 但HMS的MapKit增长仍然接近17倍。 可见这些增长快速的应用,最少仍然是面向海外的。 对Android开发者来说,接入HMS的开发成本不高,目前处于HMS的红利期。 由于开发者正逐渐入驻。 竞争相对于Android和IOS要少。 HMS的分成比例远低于Google和苹果的30%。 目前华为还推出了10亿美金补贴的要新计划,更能吸引开发者加入。 单纯从开发者这边看来,HMS在全球的发展,无疑是在上坡中,但在用户端上就很不好说。 尽管望月认为只要体验足够好,用户的习惯是可以培养的。 而他对于HMS能为消费者带来良好体验。 甚有信心,过去一年的全球销售数据,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用户对HMS的认可。 不过,华为的全球销售数据虽然很好,但在西欧这个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,并不如此。 如果华为无法阻止自己在西欧市场的份额继续下跌,海外开发者可能就难以获利,因而不太愿意继续支持HMS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